哈囉大家好,我是Mike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一下 老師基特級的五油三水 你有沒有聽過五油三水? 有啊 那你知道是哪五油哪三水嗎? 機油 電柱箱油 方向機油 煞車油 還有一個 汽油 所以這是五油 其實因為汽油 也不太需要檢查 因為 你如果是蜘蛛加油 你每次都在看油箱 其實也做到基本的檢查 好,那三水 來,三水,小編 雨刷水 電瓶水 對,厲害 不錯喔,沒有套的喔 那個叫什麼啊 防高溫的那個是什麼 水箱機 叮咚叮咚 五油三水剛剛主要的項目 已經在這個畫面上面 平常 定期 你檢查車的時候 你就可以關心一下 打開引擎蓋,關心一下 那尤其說出遠門 主要都是看它的水味 油味 有沒有正常 因為如果連水味油味都不正常 那你這一趟長途旅程 你就要先擱置一下 你要先去保養廠 去處理這個異常的部分 也許你看水味油味都正常 也不代表沒事 只是說 起碼它還沒出大事 我們出門長途旅遊之前 為什麼老司機都會說 先檢查一下五油三水 原因在這邊 我們從油先開始來看 第一給我們講 最簡單的汽油 藍油怎麼看 藍油其實 你現場的管路是看不到 太明顯的藍油管路 那其實你就是用鼻子聞 有沒有汽油 洩漏的味道 你在這邊如果聞到油氣 就不正常 一般傳統的車子 前面拉開 這邊會有一個油箱蓋 打開 會有一個洩漆的聲音 那是正常的 檢查 這邊附近有沒有奇怪的油氣 或者說我們在車內 如果你在車內聞到汽油味 那就是不正常 應該是很簡單的判斷啦 就是說 我們 不用特地檢查 你平常就要注意到汽油的味道 因為汽油的味道很重 我們引擎蓋打開 在偏左邊 會有一個 引擎 那這個是 機油的加油孔 不管是買車還是長途旅遊 你可以稍微打開來 看一下 只要不是乳化 乳化就是很嚴重了 乳化就是像奶茶色 巧克力牛奶 那如果是像這樣子 沙拉油 那就是正常 那我們剛剛講嘛 最主要我們出油前 出發前 是要檢查 油味水味 它這邊就會有一支 機油尺 那我們通常都會準備一個抹布 或是說 這個廚房紙巾 我們先把這個機油尺抽起來 然後先把它擦乾淨 上面會有兩個點 那下面的就是下線 上面的就是上線 上下兩個點的這個量大概是一公升 每台車不一樣 但是抓個大概就是一公升 去量它的油味是怎麼量 下去上來 它會沾到油 那沾到油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那個油味 是接近上線 剛好在上線附近 那就是標準 那如果你有量好的習慣 你定期去量這個油 你就會發現 我每開一千公里 我可能會少 五百七七 或是說我每開多少 我大概會少多少 你就可以去抓 甚至還有機油增生的情況發生 怎麼去判斷多還是少 就是靠這個動作 這個交給大家 變速箱油 變速箱油 通常在我們看車的 右手邊 這邊 那當然我們有分 前驅車跟後驅車 四驅車 都不一樣 進口車、國產車 都不一樣 那我們今天是用一個最通用的 Toyota Camry來做示範 這邊有一個跟剛剛機油尺長得很像 那操作方式也是一模一樣 拿起來 先擦得乾乾淨淨 然後檢查 它的顏色 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擦下去 拔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油味 下缺口就是下線 上缺口就是上線 那我們要讓那個油味在 上下線之間 就算超過也不要超過太多 就算少也不要少太多 它都有一定的容許錯誤的範圍 像如果你是常常換保養廠的人 你更要去觀察你的機油油味 有些保養廠 它不知道 你這台車可能比較冷門 它可能比表定的 多加雷瓶 那你開起來可能也沒感覺 可是你這個拔起來就知道了 它不能超過上線 那也不能低於下線 通常保養廠會犯的錯誤是 加過多比較多 加過多會比加不夠還要傷 再來就是 煞車油跟方向機油 煞車油通常就在 正駕駛方向盤的前方 這邊有一個煞車油的油壺 這個就是方向機的油壺 方向機油壺有上線跟下線 一般人你只要 負責上線跟下線就可以了 那至於你要什麼時候更換煞車油 這個你在跟你的保養廠做討論 那我們最後一個 方向機油 方向機油壺通常會在 右側避震塔的前方 它這邊有兩條線 最低跟最高 現在是最低 剛好到最低 偏低啦 你也不用管它髒不髒 什麼時候要換 這個你到時候跟保養廠 再去做討論 那我們一般出油 或是平常 力氣性檢查 你只要檢查它的油味 有沒有在最低跟最高的中間 那叫五油就講完了 那我們講三水 現在已經 都是免加水電瓶 就是免保養 反正電壓不夠什麼 發不起來就是換 這樣比較簡單 每個時代設定的策略不太一樣 現在的電瓶就是 最主流的 壞了就直接換新的 然後現在電瓶也不太貴 所以說可以這樣做 一般過產車電瓶大概在 1500到2500左右 就是最入門的 再來雨刷水 雨刷水也很簡單 我們來看 這邊 只能裝清洗劑 那其實我們一般就是加自來水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案 這個圖案 才可以加雨刷水喔 一定要確定這個圖案 才可以加自來水進去 你不要加到其他奇奇怪怪的蓋子 加這個就是機油 你準備大修引擎 你加到這個 事情還小一點 這是水箱的 一定要加到有這個圖案的 這個圖案就是雨刷水的圖案 那我們最後講到一個是水箱水的部分 水箱水會有主水箱跟附水箱 一般我們檢查就是看附水箱就好了 因為附水箱它會調節主水箱的水量 那附水箱的水就是這一顆 這邊會有最高位跟最低位 你也可以把這個稍微打開來 檢查一下水箱水的顏色有沒有不正常 比方說有些黃褐色就是代表生鏽太嚴重 你要趕快跟保養廠聯絡 去換水箱水 附水箱這邊有個管子 會連到水箱 我們昨天到今天都沒有開車啦 所以它是冷的 你冷的時候才可以開 標準動作會先蓋個布 這樣子就算有些不正常 還是有些基本防護 我們再轉開來把它打開 去看一下 一般的車主不太需要打開這個主水箱的蓋子 我們就看附水箱的水位就可以了 那今天就是我們講的五油三水 那講的比較細一點 最主要的主軸是說 你主要是看那個油味水位的高低 現在有些新車 你檢查的項目也更少啦 因為有些機油已經沒有油死了 方向機油也變電子了 它也沒有方向機油 所以會省略很多東西 但是雨刷水這些固定的還是會在 那我們出油前 你如果保險一點 稍微打開緊蓋 稍微尋一下 你就大概知道說 你的車子狀態是怎麼樣 這些油水有沒有漏 其實有時候滲漏我們看不出來 但是如果它開始低了 你應該也要先發現 不要說等到去保養廠 你才發現有時候會太慢 那我們怎麼發現呢 我們每天 你如果是停固定停車位的 你離開停車位之後 你回去看一下你停車的地上 有沒有一些不正常的水跟油 如果說有透明自來水的顏色 那其實還蠻正常的 那是冷氣的凝結水 可是如果看到黃色綠色藍色的水 你摸起來它不是油它是水 那很可能是水箱的水滲漏 如果是油那就不用講 你車上一定不可能會有 正常的油會落在地上 只要有油落在地上 一定是你車上有漏油 而且還蠻嚴重的 那就趕快去保養廠檢查 你也不需要講什麼 你停在停車位上面 地上有油 你就請它查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是Mike 我們今天的五油三水介紹到這邊 預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長途假期 拜拜 好 好